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和我一起度过大事小事八卦事今天一件一件的给您到来 首先关注到不少明星的一些日常释放 景田分享了一组自拍照 照片中看他身后的背景应该是在一个影视城正在拍古装片 他身着细服 肤白貌美 眼睛水淋淋的 做出各种的小表情 状态很好 也想留下自己穿细服的这个打扮吧 张博之夜幕氛围下的大片 惊喜释放 照片中张博之身穿复古大衣 长发飘飘 在暗处展现优雅和温柔 11号的晚上 郭德纲发文庆祝他开通微博12年 他写道 有人问我蓬莱世云在青山水在天 记录一下 开微博12年 这个微博的第一条显示是2001年11月11号 这个日子还蛮好记的 另外胡歌也发微博庆祝他的后援会 古月歌歉 就是胡歌两个字偏旁全部分开来 胡歌的官网成立18周年 也祝后援会18岁成年快乐 他说18岁成年快乐 也深深祝福创始人陈文静同学 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此外胡歌还表示 今年的广播会晚到一点 因为所有人都不想长大 包括我 后援会应该都是粉丝 私下的一些行为吧 但是能够坚持18年 哇 那也真是很有毅力 这种喜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那种崇拜吧 我想 11号 时代少年团在微博中 也分享了一组三周年的写真 照片中所有的少年们身穿黑色元素的造型 不过有些bling bling的元素 时尚感满满 香港媒体的报道 郭富城在10号出席节目的时候 接受采访透露 自己结婚之后呢 受到太太的影响 开始喜欢那些bling bling 发光的首饰 所以每年都会选购一些 真的bling bling bling 就是钻石首饰给老婆女儿 可见一家人十分的恩爱甜蜜 关键是应该会保值吧 另外要恭喜的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对克里斯艾文斯 有新恋情曝光了 她和同为演员的阿尔巴巴普蒂斯塔 正在交往中 据了解41岁的克里斯艾文斯 和25岁的女方 已经超过约会有一年的时间了 好低调哦 而且据说他们很相爱 而且彼此对这段感情都是认真的 艾文斯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 她的朋友家人都很喜欢巴普蒂斯塔 那不出意外 应该会这样顺理成章的下去吧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 娱乐秀 关注到一些事情的发展 像是2023TVB节目巡礼 11号在江军澳电视广播城举行 我们看到大合照当中 TVB的一些特别厉害的 陈豪 林夏威 谭俊妍 蔡斯贝 胡定兴等都是展CV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看他们的电视剧 对这些名字还熟悉吗 有些我还真的不知道 马国民 黄志文和陈自瑶也有两项 另外香港的关于Miro 宏馆舞台事故有了最新进展 据说香港警方在11号的清晨时分 拘捕了四男一女 最快就会在今天公布 演唱会的事故调查结果 这是在今年的7月28号 香港当红男团Miro 正在宏馆举行演唱会 正在跳跳唱唱期间 舞台顶上的大屏幕突然坠落 砸伤了下面的两位半舞演员 伤者随后就被送到医院 而且演唱会也因此中断 其中李启妍 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知道挺严重的 事故发生也超过了三个多月 有消息指警方最快今天 就会公布演唱会的调查结果 据了解被捕的五人都是 异能工程及协心龙的职员 包括制作总监 项目经理 以及负责舞台工程的高级监工 这个肯定脱不了关系吧 另外11月11号 歌手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 更新了一个动态 好像人目前就在墨尔本 他说墨尔本的华人朋友 真的很多 想在这里开办演唱会 不如直接开在唐人街如何 这是个好办法 好接地气哦 周杰伦昆林已经结婚多年 育有二女一子 大女儿目前已经七岁 也正到了就学的年龄 最近有网友爆料 周杰伦已经帮女儿申请 或者说已经去注册了 位于澳洲布里斯班的一家 知名的私立女校 因为有一些华人的家长在学校注册 所以看到了就曝光了 该网友还透露说 该校的注册费就要两万人民币 一年的学费差不多二十万人民币 这家叫布里斯班女子文法学校 是澳大利亚非常领先的女子学校之一 成立于1875年 是昆士兰最初的文法学校之一 不过仔细想想 周杰伦的女儿在那上学 主要一点也是因为昆林的爸爸 娘家是在澳洲嘛 所以比较方便照顾孩子 另外一位艺人张艺兴 今天有消息说 他将受邀 在十月二十三号 在哈佛的商学院 举办一个专场活动 会分享他的音乐理念 届时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中西方文化 在音乐舞蹈 以及舞台表演形式上的融合 哇这有点像演讲了 不知道是私下的一个聚会 还是怎么样 那在十号昨天的NBA的常规赛当中 张艺兴还受洛杉矶快船的邀请 以特别嘉宾的身份 观战洛杉矶得比 快船队是在主场 以114比101击败了胡人 据说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现场大屏幕上 就晒出了张艺兴的个人简介 赛场上不仅介绍了他的身份 还有音乐成绩 还在会场里播放了 张艺兴的全新EP主打曲 Vail面纱 而且赛后快船的官方 还晒出了张艺兴和快船的球星 莱安纳德的互动视频 莱安纳德呢 送了一件他签名的球衣 给张艺兴 两人还把手掌放在一起 比较这个大小 张艺兴一放过去 一脸惊讶 因为太娇小了 快船的官方使用了中英的配文 写到 Sheep 羊 就是只张艺兴 加Craw 小卡 哇 真的是倍儿有面子啊 秋天又到了丰收的季节 不过对于在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来说 开始到了撒播的时候 因为好多的综艺在夏天时分都结束了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计划 明年的一些打算 在国产的英宗领域 芒果虽然已经是稳坐 头把交易很多年了 但是随着财大气粗的浙江卫视的崛起 如今它的霸主地位 似乎也没那么稳固了 据了解在11月10号的最新招商会上 浙江卫视公布了2023年的综艺片单 英宗依然是看点十足的赛道 除了他的两大王牌英宗 中国好声音和天赐的声音之外 浙江卫视又官宣了三党全新综艺 分别是合唱英宗 合唱也疯狂 还有一个是游戏英宗 叫直奔到月球 月就是音乐的月 而且目前看到拟腰的阵容还挺强大的 包括纳英 谭金 李健 周深 邓紫棋 荣祖儿等等 所以目前看来准确地说 芒果只有声声不息和时光音乐会 这两档纯粹的音宗品牌 那最近呢 时光音乐会的第二季的录制剧透 就有一些曝光了 三个常驻女嘉宾 田正 孙岳 梁永齐 三个常驻的男嘉宾是 阿渡 胡夏和周深 之前的常驻男嘉宾 盖 周延替换成了胡夏 而邓紫棋和张栋梁将会作为飞行嘉宾 据说已经参加了节目的录制 除他们二人之外 第二期会有六位飞行嘉宾 分别是吴克群 金沙 白举刚 刘根红 王大陆和戴军 你会期待这个阵容吗 而再看到因为三季的浪姐和两季 批歌的热播也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初芒果没有入局素人团的综艺是明智的 现在看来成名的艺人团综艺 才是真的香 而从湖南卫视的热度以及招商情况来看呢 芒果会继续打造浪姐的第四季 这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而网传芒果已经开始筹备浪姐四了 按照一年一季的惯例 年底的时候邀约 年后开始录制 然后暑期档播出 所以至少开始筹备这件事是可信的 因此网上拟邀的浪姐四的名单也已经曝光了 据了解全部阵容将包括 孟家 杨陈琳 于文问 随俊波 陈子涵 干亲子 徐东东 邱慈炫 江书颖 李小璐 李一同 张雨昕 曾可妮 梁静如 刘亚瑟 刘涛 曾之桥 张萌 许静运 李文 潘陈 孙岳 刘希君 陈丽 萨鼎鼎 王荣 袁雅为 詹文婷 郭静 还有戴佩妮 整体来看网传的这套浪姐四的阵容中规中矩 有演员 有歌手 有我认识的也有完全不知道的 好像没有让人觉得格外惊艳的名字 不过发现了一个人的重合 就是在时光音乐会当中也有 还有浪姐四当中也有 这就是老一辈的歌手孙岳 说起孙岳这个名字 你脑海中想起的是什么呢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你的心情 现在好吗 你的脸上 还有微笑吗 人生自古 就有许多愁和苦 请你多一些开心 少一些烦恼 你的所得 还那样少吗 你的付出 还那样多吗 生活的路 总有一些故事 请你不停待在里 洒落一些过的好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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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祝你平安 我 祝你平安 你永远都欣赏 是我最大的信ầ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所得 还那样什么 你的付出 还那样多吗 生活的路路 总有一些不平时 记忆不必还在意 洒落一些过得好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你永远都幸福 是我最大的幸福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你永远都幸福 是我最大的幸福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祝你平安 祝你幸福 哇 这真是太朴实无华 但却是绝对的真理啊 各位 祝你平安 祝你幸福 欢迎回来娱乐秀节目 继继续秀 我是主持人小方 接下来关注11月11号 电影《流浪地球2》 发文官宣了全部的阵容 由吴京 李雪剑 沙翼 宁李 王志 朱颜曼兹领先主演 刘德华先生特别出演 而就在京畿电影节期间 还举办了《流浪地球2》的 小小白点发布会 小小白点 指的就是我们的地球 我们是宇宙人的眼光看 一个小白点 导演郭帆在这次的 《流浪地球2》的发布会上 也透露 该片仍在进行后期制作 要加快步伐 以便让影片能够在 明年1月22号的大年初一 及时上映 同时他也希望 该片上映后 能够取得票房的好成绩 这样就有理由 可以去拍《流浪地球3》了 而据悉 刘德华在《流浪地球2》当中 也有特别出演 华仔说自己有一个科幻梦 看完《流浪地球》之后 就希望被邀请 而当得知有续集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报名了 他感叹到现在 好像还在梦里 没有醒过来一样 《流浪地球2》是根据刘慈欣 同名小说改编 是《流浪地球》的前传 以提出计划将建造 一万座行星发动机的时代 作为背景 讲述太阳危机 即将来袭 世界危在旦夕 人类文明的延续 将面临巨大挑战的故事 娱乐秀 继续关注北美影坛的 两则最新消息 备受关注的《独夜三》 终于确定了导演人选 最终是前两部影片的编剧 制片人 也就是女性电影工作者 凯丽·马赛尔 将会拿起该片的导筒 她将会指导本片 除了和《独夜》缘分颇深 凯丽·马赛尔还写过 《五十度灰》 和《黑白魔女库伊拉》的剧本 哦 不错 作为导演的履历 则是比较新 除了该片 同样还有尚未推出的 电影版的《百度人》 去年的暑假 《独夜三》就进入到了筹备阶段 当时扮演《独夜》的汤姆哈迪 说自己对《独夜三》 有一定的想法 她说很希望自己能在片中 和《蜘蛛侠》同框对打 哈迪说 作为一个桥梁 去承载更多的故事 和更大的空间 因此由此看来 索尼的《蜘蛛侠宇宙》 正在经历蜕变和壮大 而如果一切顺利 哈迪会继续在《独夜三》中 扮演《独夜本尊》 汤姆哈迪也是《独夜》电影成功的重要元素 而目前该片还暂无拍摄和上映的具体安排 由导演盖里奇指导的二战体材的影片 《非绅士战争部》 目前也确定了男女主角 最终亨利·卡维尔和爱莎·刚萨雷斯 确定加盟剧组会出演男女主角 本片是改编自战地记者达米恩·刘易斯 所著的《同名非虚构类》文学作品 讲述在1939年 法国落入纳粹之手 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杰尔宣布 英国将抵抗德国军队的进攻 为了击败看似不可阻挡的德国战争机器 他决定停止公认的 绅士式的交战规则下的战斗 迅速的秘密的开发了一种 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特殊军事单位 也就是英国第一支秘密行动部队 是由生存主义者 自由思想者 不合群者和彻头彻尾的罪犯所组成的 而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可以完全自主地深入敌后 而且他们蔑视战争规则 成为了特别行动局第一批可否认的特工 也是第一批真正获得杀人许可证的人 他们在与纳粹的战争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很显然这一支非绅士的部队 后来成为了英国特种部队SAS 这部影片计划于明年一月份开机 将会取景在土耳其 而在制片方的计划中 本片也将被打造成一个系列 目前该片暂无具体的上映安排 不管是虚拟虚幻的 或者想象处的不真实的 但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基于我们的真实生活 OK 今天的娱乐秀节目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小芳 下周再会 拜拜 之中还潇洒的风 加速了寂寞 之间那晚的温柔 绕不起我们的承诺 昨晚回忆的尽头 爱还在眼头 风也落进了秋末 落不尽我的灯后 哦 爱哟 爱哟 要走 为何不说 哦 有我 有我 每次都是我错 让爱的流浪迷失方向 被世界埋葬 被月光埋藏 哦 爱我 爱我 你说 怎么能够 哦 挥手 挥手 跟我说了保重 避风袭来的月光 翻越爱的篇章 遗到最后遗憾 雨脆弱的零下 痛却不说话 泪水晕开的牵挂 模糊成一幅画明讲 我爱你的 你爱他 雨脆弱的零下 痛却不说话 过去风箭像风华 你已经不想他 难道 爱情本来就该闪 雨脆弱的零下 痛却不说话 走完回忆的尽头 爱还在眼头 风也落进了秋末 落不尽 我的灯后 哦 爱哟 爱哟 让走 为何不说 哦 有我 有我 每次都是我错 若爱的流浪 迷失方向 被世界埋葬 被月光埋藏 我爱我 爱我 你说怎么能够 我挥手挥手 跟我说了保重 披风袭来的月光 翻越爱的篇章 遇到最后遗憾 雨脆弱的零下 痛却不说话 泪水晕开的牵挂 挂走了一幅画明讲 我爱你 但你爱他 我爱你 但你爱他 远水落的零下 痛却不说话 过去风景像浮华 你已经不想他 难道 爱情本来就该伤 爱情本来就该伤